长寿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问题,现在养生的目的,都是为了让自己能更健康更长寿,并且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年轻的心态,但是因为缺乏相关的养生知识,在日常中做了很多错误的行为,养生没养成反而影响了健康。 我们的一天从早上起床的时候开始,然后到上床睡觉前结束,这两个时间点的所作所为,十分关乎我们身体的健康长寿。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,起床时和睡觉前哪些动作和行为是有害健康的,早晨起床别做这三件事,激励运动,一旦迷上了健身,不管什么时候都想来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, 特别是有些人认为早起晨练对身体非常好,但这样并不是最科学的健身方式。 早上刚起床的时候,身体的器官还没有完全醒过来,这时候做一些激烈的运动会,过度刺激神经系统,让人体过度兴奋,打乱早上的恢复规律,结束激烈运动去上班之后,一个上午的状态都会是紧张焦虑的。 如果一定要成练,适宜选择舒缓柔和的运动,比如太极,散步,瑜伽等等。 清晨起床后,最适宜的运动是比较缓慢的运动,例如瑜伽,太极,散步等。 不吃早餐,清晨起床之后要先喝一杯白开水,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好习惯,而且大部分人都能做到,不过也有不少人起床之后直接吃早餐,这样的做法不建议。 但一整个早晨都不吃早餐,的做法更加不好,一天的饮食离早餐最重要,早餐吃好了一整天的状态也会好。 长期不吃早餐会患很多疾病,最常见的就是节食病。 所以早餐一定要吃,不能马步对付。 赖床太久,赖床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习惯,有人能在赖床几分钟后马上下床,但有的人一赖床直接开始第二次睡眠,这样子会导致一次睡眠时间过度延长。 真正醒来后头脑昏胀,既有可能错过早上的用餐时间和上班时间,就算没有迟到,工作状态也很难反,就是因为赖床太久脑袋不清醒。 睡前不要做这两件事,大量饮水,睡前两个小时内喝水量不要太大,实在口渴的可以小口慢慢的把水液下去,但可以缓解口渴的情况,还能减少喝水量。 睡前摄入液体过多,肾脏在夜间无法休息,只顾着排泄水分了,时间长后会影响到肾脏的健康,睡前喝水太多还会导致夜里频繁的起来上厕所,影响睡眠质量。 玩得太过,为了能够得到了优质睡眠,一般会在睡前做疏狂的运动,仅能让心安静下来的音乐,但如果在睡前进行娱乐活动, 比如看喜剧电影,恐怖电影或者高声歌唱,这些行为都会刺激到人的大脑,以及过度兴奋。 还有在准备睡觉的时候,不要让情绪起伏过大,否则在入睡的时候心情还没平复过来,就会直接失眠了。 你认为早上起床后,最不应该做什么事情,晚上睡觉前最好做什么事情帮助入睡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